来看到布里香望宁社区发展协会和村长合作举办了搓汤圆活动 东智搓汤圆 吃汤圆代表着圆满 共享搓汤圆的乐趣 那么理事长表示 社区共有四大族群 不过大家不分族群在这个社区生活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是以客家搓汤圆为主轴 认识客家传统美食 也透过活动让长者走出户外 加强长辈与社会的连结 促进世代间的共融 那小朋友还有婆婆妈妈们围在桌子旁边 手上忙着搓汤圆 不知道怎么搓汤圆的小朋友 还有旁边的阿婆会手把手的教学 这是布里香万宁社区发展协会 与村长一起共同办理的搓汤圆活动 我们以客家的美食为一个基准 再搭配闽细的烤鸡类的东西 那原住民部落他就出他们的读论 还有他们喜欢的食物 已经举办三届的搓汤圆活动 受到当地的居民喜爱 万宁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说 这个社区有四大族群 不过大家不分族群在这个社区生活 而这一次活动以客家搓汤圆为主轴 认识客家传统美食 布里香万宁社区发展协会与村长合作 举办搓汤圆活动 东智搓汤圆吃汤圆代表圆满 共享搓汤圆乐趣 理事长说社区总共有192户400多位居住在这里 大部分也都是长者 透过活动让长者走出户外 加强长辈与社会的连结 促进世代间的共融 记者高中双副理箱采访报道